哈喽大家好,我是安迪,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说不停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用的,可以永久免费使用的一个软件 就是可以把你的系统从任何节点进行还原 不管你在任何情况下,遇到这个系统崩溃 这个蓝屏死机,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病毒木马的攻击 造成你的系统被破坏掉的情况下 那你可以在重开机的时候利用这个软件 一键还原到你设定的某个时间点的一个系统状态 非常非常的好用,可以说是系统的一个保护绳 OK,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OK,首先呢,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叫Rawback,Raw是滚动 Rawback就是滚回,就是滚回,就是复原的意思 这一个中文永久使用版 之前的官网里面来讲的话 它都是一个英文版的 都是一个英文版的 我们可以打开浏览器看看它的官网 OK,我们来到它的官网 OK,这边是一个回滚软件 这是一个全面Win系统还原方案的 可以几秒钟内将系统还原到任何以前的时间节点的一个状态 这个及时还原,然后灾难恢复 然后及时快照 OK,这边一个描述 它就是主要功能 主要功能,这边有很多 在几秒钟内返回到任何以前的时间点 OK,返回几分钟,几小时,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都可以的 不影响计算机性能 使用最少的系统资料 OK,非常的厉害 非常的厉害 那这边是它产品的一些 这个所支持的一些东西 当然这边是它的版本 版本 这个是全免费的版本 就只有两项功能 7张快照 OK,这个有钱的VIP的功能就非常多 功能就非常多 OK,那在这个上面下载的话 它可以适用 好像适用一个月吧 大概是适用一个月 OK,那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一个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中文版本的 在它官方版本下载的是英文版 那我们现在给它弄一个中文版的 然后可以永久免费使用的一个版本 OK,那我们现在来演示 怎么样子一步一步的安装使用 OK,下载我就不演示了 我这边已经下载好了 这个安装包的话 下载完了以后解压 就得到这样一个我们键夹 OK,这个里面就是 我们安装的话就点这一个 然后点这一个 OK 到这里来我们点这个setup 点击安装 安装的话这边选语言啊 选语言 你需要什么语言 你就选什么语言 当然这个语言的话呢 安装完成以后也可以在 软件里面更改啊 也可以更改 只不过我们选中文 来看的这个方便一点 我们点确定 OK,这边点下一步 这个地方呢 我们这个从头到尾 拉下来看一下 然后点下一步 OK,这个地方我们点新安装啊 募认选择点新安装就可以了 下一步 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啊 用户名公司名什么的 序列号什么的 因为我们没有序列号啊 没有序列号 所以我们点试用啊 它产生一个临时的序列号 OK,我们点下一步 OK,这个地方也是下一步 那进行安装 那这个地方杀猪软件 我们点允许 OK,这个地方需要 重启才能完成安装 OK,那这个地方 我们暂时不管它 我们把它点掉 我们点完成就可以了 OK,这是 这是这是第一步啊 这是第一步 下载解压以后 选择语言选择适用 然后现在的话呢 我们要给它 给它替换一个文件啊 达到我们永久使用的目的 OK,替换文件 那我们就是把这样一个文件啊 我们倒回来 那倒回来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break的文件夹 我们打开 打开里面呢 只用一个文件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这样一个文件啊 给它 拷贝一下 然后找到我们这个安装文件夹 安装这个 刚才这个软件的一个文件夹 OK C盘的这个 Program Files OK 这个找到这样一个文件夹啊 SHIELD 这个文件夹 我们双击打开 OK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以后呢 我们点粘贴 点粘贴以后 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选替换目标中的文件 啊 那也就是说 我们利用这样一个文件 把我们现在这个文件夹里面的 这个文件给它替换掉以后呢 就完成了我们的一个永续使用的一个目的啊 那这两个字叫什么什么减啊 这个我就在这里不讲了啊 不讲了 那OK 我们点一下替换 OK 这个地方目标文件夹访问被拒绝 你需要提供管理员权限 才能复制到此文件夹 啊 OK 我们点这个具有管理员图标的这个继续 OK 粘贴完成啊 我们就是把这样一个文件给它替换掉了啊 给它替换掉了 好了 那替换掉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重新开机啊 我们点击这个地方 一键重启就可以了 重新开机 OK 重启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动作啊 有一个动作 等一下看一下 来这边是这一个更新一个什么东西啊 OK 重启以后 我们点这个任务栏的那个缩略图这边啊 这边就是这一个了 我们双击打开它 OK 这样就来到这样一个界面啊 就来到它界面 那大家看到这个是pro版本的 来到这个界面来讲的话呢 我们大概看一下它的一个功能啊 这个是它主页 主页来讲的话呢 啊 再也不用浪费时间修复电脑问题 瞬间回到问题之前 OK 这一边它默认创建了一个还原点 还原点的时间呢 就是今天的时间 这个11点58分36秒 就是我刚关机的那个时间啊 这边有两个快捷方式 一个是瞬间恢复 一个是创建还原点 OK 我们演示一下这个创建还原点 创建还原点的话 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软件里面 创建无数个这个还原点 那打比方这个哪一天 哪一天的什么时间 哪一天的什么时间啊 都是可以的 那打比方我们现在这个 呃 我们的系统是win11的 对不对 我们的版本呢 是这个 22h h2的一个版本 OK 我们假设创造这样一个还原 还原点的名称 还原点描述来讲的话啊 这个可选可不选啊 可以选可不选 没关系的 OK 我们点下一步 那现在在检测稳定性创建还原点 请搜后 OK 百分之百创建完成 我们点一下 啊 点一下以后 那怎么知道有几个还原点的 OK 我们点这个还原点这个地方 那大家看到啊 这个就是我刚刚创建的一个还原点 那刚刚创建的一个还原点 那就是12.01分的刚刚创建的一个还原点 从启动以后刚刚创建的OK 那这边是他系统刚刚自动创建的一个还原点 就是这个软件刚刚自动创建的一个还原点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前面有一个小锁的一个图标啊 我放大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放大一点 那这边有一个锁对不对 有一个小锁 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给他来一个锁 那在这个界面当中呢 大家也可以创建还原点 那也可以再创建还原点 然后这边可以做一个优化 也可以做一个优化 优化这边可以删除还原点啊 可以删除还原点 那这一边的工具呢 这个地方可以锁住还原点 那就是说我们所选的这个还原点 给他加锁 我会给他加锁 那加锁以后 这里状态显示锁住了 那这个地方也也多了一把锁 那加锁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防止你随随便便 把这个还原点给他删除掉了 那假设加了锁以后 你要想删除的话 你必须先在这边解锁 解锁以后才能删掉 这就是一个防呆措施 一个防呆措施 那这边就是 就是选择哪一天的还原点来搜索 OK 那这边有一个计划任务 那计划任务也是一样的啊 怎么样的创建一个还原点 是每天创建一个还是怎么样子 这边是世界的日志啊 世界的日志 OK 那这边还有一个工具和设置 也是一个快捷方式吧 快捷方式吧 这个访问控制系统还原 创建还原点 内核模式等等 这里还有一个设置 在设置这个界面的话呢 你首先你可以更改这个语言啊 就是刚才我们安装的时候啊 可以更改一下语言 OK 这个界面做一个优化这些选项啊 功能一些设置啊 这边我就不再演示了啊 不再演示了 OK OK 安装完成以后 那怎么使用呢 使用的话有两种方法啊 一种是我们人为的 人为的 我现在觉得说 打比方 我现在升级到WIN11的22H2版本了 那我觉得这个系统不好用 我要把它回到这个升级之前WIN11 这个21H2的版本 或者说WIN10的版本 那怎么办呢 那你首先之前啊 要在这一个系统上安装这样一个软件 并且设置好还原点 那假设我想还原到这样一个还原点上面 那我就手动点击这一个 然后右键这个地方点恢复就可以了 那这个地方点恢复就可以了 或者说这个地方点瞬间恢复 也行啊 也行 瞬间恢复的话 它里面有几个选项 就是你创建了几个还原点的话 里面就有几个选项 你就啊 需要了还原哪一个 你就点哪一个就行了 它就还原到以前的系统了 当然在还原之前呢 你要重要的文件 你要做一下备份啊 做一下备份 那这是一个主动的一个使用方法 你想怎么还原怎么还原 那另外还有一个 那假设是你在操作电脑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运行什么软件也好 还是怎么样也好 突然系统崩溃了 就出现这个蓝屏死期 那何者说你的系统受到了这个病毒 或者木马的攻击 那突然系统崩溃了 系统没办法再再使用了 当机了等于是 那在这种时候的情况下呢 你就需要重新启动电脑 重新启动电脑 重新启动电脑的时候 它这样一个 还原的这样一个软件 它会 首先运行 也等于是 先运行这个软件 然后再进行系统的启动 那么在第一步运行这个软件的时候 你就可以选择 你就可以选择这样一个 恢复的一个选项 那么也同样的道理 你里面有几个还原点呢 在你重开机的时候 它就会提示你 那几个还原点 你可以选择 你选择了哪一个还原点 然后选择完成以后 系统继续启动的情况下来 就恢复到之前的那个系统 这个软件主要就起一个 这个防呆的一个还原的系统的一个功能 包括你之前的一些文件 都还在里面 都还在里面 现在系统重启动 重启动的话 这个软件它会优先启动 在优先启动的时候 你必须快速的点击 键盘上的号码 键盘上的号码 OK 点击了以后 就到这个界面来了 就到这个界面来了 那我们这个 用这个上下键头的 键盘上上下键头的这个键 就可以来选择这样一个 下载这个软件 还是高级什么功能 还是创建还原点 还是恢复系统 假设一点恢复系统的话 那么你系统里面的 之前创建的多少个还原点 你再进行一个选择 选择完了以后 你就重新确认 重新启动 它就恢复了 以前系统那个状态 就是你所要选择的 那个系统的状态 OK 那在这边 我就不还原了 不还原 我们退出 那退出它系统 接着启动 OK 等它重新启动 完成以后呢 我们又正常的 回到了我们的桌面 那它的用法 是不是比较简单 比较方便 对不对 OK 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介绍了 这样一个 滚回软件 怎么安装 怎么设置 然后怎么使用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OK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 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